你都講話 我都講話嗎 剛剛麥克風已經 已經到達那個臨界點 麥克風已經直接進入死亡的這個 死亡的程序 沒有抱血管的問題 唯有抱的 只有立法院的那個麥克風 重新檢查一下 他自己做錯了 不反省自己 然後在那邊隨便亂噴糞 彷彿全世界 都欠他們民主進步黨那幾位立委 這些事情對於人民百姓重要嗎 民進黨都不會做一些 替人民有用的事情 他整天在那邊到底在幹什麼 沒有抱血管的問題 也沒有要抱什麼的問題 唯有抱的 只有立法院的那個麥克風 我覺得那個麥克風真的是太差 重新檢查一下 當初怎麼驗收通過的 好 接下來我的事情非常的簡單 就是有一群質詢 該到沒有到的人 然後今天我就收到 韓國瑜院長說要協商的通知 然後我看那個通知了以後 我真的納悶的非常久 我想說這個事情 有什麼好協商的 這不是已經game over了嗎 我最後為什麼會受不了 之前黨團協商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已經跟院長講過 就是說做我對面的那位柯先生 他在講話 一開始講了快20分鐘言不及意 我已經是很有耐心 很有禮貌 坐在那邊 聽他在那邊講 我已經 噢 換我講話的時候 他又在那邊 他又在那邊插話 又在那邊鬧 我真的是受不了 他真的以為 這立法院是他開的 他要幹嘛就幹嘛 一點基本的規矩 一點基本的尊重都沒有 所以我就嗆他 我嗆完他 他我也是很有禮貌 我跑去跟院長講 說啊院長 今天是不是這樣就OK了 我才離開呢 因為根本不可能達成什麼協商結論 自己做錯了 不反省自己 然後在那邊隨便亂噴糞 在那邊隨便亂潑墨 然後院長也罵 秘書長也罵 議事人員也罵 彷彿全世界 都欠他們民主進步黨 那幾位立委的 請你尊重人家發言好不好 我每次在講話 你插什麼話 沒有 你在講話 我這樣插話嗎 我再來再來 快點快點 那不不調 剛剛麥克風 剛剛麥克風已經 已經到達那個臨界點 已經死亡了你知道嗎 那個麥克風已經 麥克風已經直接進入死亡的這個 死亡的程序 對對對對對 麥克風已經 哈哈哈哈 我請問一下喔 這個事情重要嗎 就是說未來 要如何配合你民進黨的演出 重要嗎 各位懂我在講什麼 這些事情對於人民百姓重要嗎 所以說民進黨的質詢就爛到 還有另外一段大家可以看 我就懶得放了 另外一段大家有問啊 你這三個人 又改出面質詢 你不是很愛質詢嗎 所以這叫演戲 我跟大家講 書面質詢就是 沒有質詢啊 那為什麼要改 自己人對自己人 怎麼質詢 你不好質詢啊 質詢就是你幫你 對嘛 你幫你對嘛 要監督嘛 對 質詢不是說 我今天來質詢一下 吃飽了嗎 最近過得怎麼樣 還好嗎 虛寒問暖 這叫做啪啪啦 你知道嗎 就是說 當你今天 知道說你今天來 喔 我們要協商 你什麼是在浪費時間的時候 你就會跟他們在那邊生氣 你本來情緒就很不好 我就覺得國 我就覺得國昌本來心情就不好了啦 民進黨都不會做一些 這些替人民有意義的事情 整天在那邊 到底在幹什麼